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雖人leist 李宗盛 雖人未能穿上披風 畫身朝人英雄 雖人一座 一壺百諾 萬人迷的總統 懵懵懂懂 陸陸永永 尋遍宇宙苍穹 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 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 日子渺小重复 儿时做的梦 褪色荒芜我不孤独 在有你的旅途 我求心无旁铺 陪你看日出 在暮色中 我远不途 背着爱的包袱 走得义无反顾 管它生效我 痴迷不顾 我很满足 有你痛感痛苦 哪怕岁月藏出 一生的脚步 在你灵魂停住 很装住 很清楚 我心放不 我就是痴迫 你难道都没有发现 長輩們都還不知道這件事嗎 我沒有告訴我爸媽 是因為我不想取消婚約 璇璇 所以妳現在是要我主動提出 這樣對妳的傷害 是會更大 不會的 媽 不管是妳說還是我說 我都不會同意取消婚約的 妳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妳明明已經知道我心裡有別人 妳為什麼還要這麼堅持呢 他在妳心裡多久了 是最近喜歡上的對象 還是之前暗戀的 我待在妳身邊 也有兩三年的時間了 我可能沒有發現妳有喜歡的人 璇璇 不要這樣子 離開我 妳才可以找到屬於妳自己的心理 好 如果你這麼想要取消訂婚的話 我想有一個方法 也許會改變我的決定 什麼方法 你把你心裡面喜歡的那個人 帶到我的面前 讓我跟他見面 我就退出 快點 刺激 收起 漂亮 要是 壂 哥 爹 爹 嚷 爹 他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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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事情說出來真的好嗎 看來我不是跟妳一樣 我沒有感情就可以解決 媽 今天怎麼會 我跟客戶約在這裡 好 你進去吧 你進去 沒關係 你也在這裡 來 保險我有帶著 來 謝謝 我已經洗乾淨了 麥 我 等一下 喂 我到了 你再等我一下 好 經理跟客戶在等我 好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怎麼可能 又怎麼捨得 把妳拉進這場風暴裡面 剛剛陳先生還跟我們約下次見面的時間 這就表示他對我們介紹的內容很有興趣 對吧 那以你的經驗來看 這次成交率高不高 這是我第一個案子 好希望可以成功 好 夏滿安 從現在開始 忘記我們是朋友這件事情 把我當成陌生人來看待 我 為什麼 你幹嘛提出這麼奇怪的要求 因為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要認真的 客觀的 不再任何一切感情的回答 什麼問題 我是一個人緣很差的人 你跟我當朋友 是因為我有錢嗎 你怎麼 幹嘛突然這麼沒自信 不要問那麼多 反正就回答就對了 是因為錢嗎 當然不是 那不然是因為什麼 當然是因為你人很好 所以你不認為我是那種腦殘 又討人厭的公子哥 你雖然是公子哥 但是也除了愛把妹之外 也沒什麼壞習慣 那人蠻好相處的也很善良 我就說嘛 根本就是那個機車女 自己太偏激了 打到美的高富帥都腦殘 也有像我這種優良青年 什麼機車女 就是那個被我放鳥的相親女 她根本就在俠院報復 把我做得一無是處 有錢又不是我的錯 是因為我有那麼厲害的歌汗 爸在撐著啊 所以 我現在可以恢復成你的朋友了嗎 當然可以啊 其實 你有時候真的還滿單純的耶 是蠢 不是蠢喔 發音要清楚 我現在可是很敏感的啊 很棒啊 天經理 你們回來了啊 回來了啊 那要不要一起去吃個午餐呢 你有時間跟我去吃午餐 因為啊 萱萱她終於回來了啊 萱萱回來了啊 對 恭喜啊 那你可以不用來啊 不對啊 萱萱萱 其實不是 我不用來上班 你也可以理解我吧 想太多了吧 拜託 你還好嗎 你這兩天沒來 我很擔心 放心 我沒事 萱萱 我真的把你當朋友 也希望你跟我一樣 把我當成可以聊心事的對象 所以你在我面前 不要硬撐 也不要逞強 逞強 好 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知道什麼 英傑哥說 他心裡有喜歡的人了 英傑哥 你說了 他本來是不想讓我知道的 可是我真的太擔心你了 一天到晚 跟他追問你的狀況 他受不了 才會跟我說的 怎麼了 沒有 我只是有一點驚訝 英傑不是那一種 被強迫就會屈服的人 他居然會告訴你 我真的很訝異 是我太煩人了 而且他也真的很生氣 我還被他罵哭了 原來是這樣嗎 我還不知道要怎麼安慰你 但是如果你有什麼想說的 想發現的 都可以找我 我隨時都有空 媽 謝謝妳 我現在真的還好 沒事了 而且我現在有一個決定 所以也正在跟英傑溝通 我不會放棄的 好 那我不吵你了 你先忙 我們改天聊 該不會 英傑溝裡面的那一個人 就是那個害怕 不可能 我想太多了 好累 好累 累死我了 倒是真的 今天什麼事情特別多 就連停車場 柵欄都給我選擇 今天壞掉 害我還去指揮交通 我剛剛去指揮交通 蕭曼莉 妳幹嘛又一直看手機 張力其實不是都有回妳了嗎 有 但是指揮一個笑臉 是什麼意思 她會不會突然不喜歡我 所以開始敷衍我 還是 停 曼莉妳不要自己 再開始被妳想說了 妳這很厲害 妳是傳什麼給她 她會回妳笑臉 就傳說注意身體 不要生病 還有出入小心安全 親愛的 妳傳這個給她 她當然只能回妳笑臉 對啊 不然妳覺得她會回妳什麼 曼莉 我身體很健康 請妳放心 還有我過馬路 我都會看紅綠燈 不是啦 只是就覺得 我為什麼就只傳一個笑臉 不然多傳幾個 夠了 莉琪就真的在忙 先回妳一個笑臉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放輕鬆 就是啊 妳看在意莉琪的每一個反應了 這樣她會有壓力 而且妳們知道嗎 男人最怕的就是壓力 妳們姐妹普通 不是每年都會辦制服房嗎 今年好像沒辦 不如趁莉琪出國的時候 我們姐妹來瘋一下 可以 反正妳晚上在家 也是在想找莉琪 不如我們晚上大家出來玩一玩 幫妳分散注意力 出來玩 反正莉琪出國啊 她回國以後 我覺得妳才不會有時間 陪我們玩的耶 好啦 那我訂包廂囉 Oh yeah 那我想想 要點什麼歌 要叫什麼舞 媽咪一起來 Come on 妳還是想想 今天的工作吧 我今天要提早下班 總經理 那我先回去了 翁叔 拜拜 拜拜 對了 櫻杰 後天下午你沒有行程 我跟飯店約好那一天 要去討論場地複製 還有 訂婚的洗帖資料 我已經拿去印刷廠打印了 訂婚的事情你就不用擔心了 我處理得差不多 先走了 紅廚拜拜 拜拜 總經理 妳宣營小姐今天 真的很不一樣 夏小店 那這要放我桌上就可以了 好 吃 好 好 好 小姐 你來啦 你還真行啊 連續偷懶了兩天 今天還提早下班 妳這樣 怎麼挽回妳男人的心 沒辦法 我現在在他面前擺出來的 那種自信和笑容 都是已經撐的 我真的撐不了一整天 撐不了也要撐 這場仗才剛剛開始打 而且連敵人是誰 妳都要搞不清楚 這種狀況底下 妳怎麼可以自己離開主戰場 這樣不OK啊 我知道 其實我也沒有那麼堅強 當我要鼓起勇氣去面對 可是英傑站在我面前 我的心就真的很難平靜下人了 可是表姐 妳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妳想要的 就要盡全力去爭取啊 膽小怒弱則會讓人失敗 成功是屬於主動出擊 跟堅持的人對不對 如果我堅持 英傑也繼續堅持下去 那怎麼辦 如果我不肯退 反而讓英傑更討厭我 那又該怎麼辦 我現在這樣做 真是對嗎 愛情本來就沒有分對跟錯啊 每一個人都可以替自己爭取 自己想要的幸福 不是嗎 對我來說 愛情是很漂亮的 不過表姐啊 妳談的這段感情 還真的很辛苦 說實在話 看妳一路走來 我最近有新的想法 什麼想法 就是 那個曼安這女孩子 是個很奇怪的存在 妳有沒有想過 那個不知名的情敵就是她 其實我今天也在想 會不會是曼安 是不是 說嘛 但曼安人很好 她對我也真的很好 可能是因為我最近太不安了 不是亂想亂猜的 愛情哪有好人跟壞人 就只有輸跟贏 妳不要掉以輕心 一不小心把敵人當成朋友 那就完蛋了 可是這樣把所有人都當成敵人 真的很累 好啦 妳今天提早下班 就輕鬆一下嘛 煩人的事情 妳就暫時不說 我帶妳去找 妳想要找個書櫃 然後再請妳吃飯 OK 嗯 原來想先若有女朋友 還是個熟女 哎呀 那我也有機會 我也滿熟的 哎呀 找到就早點出手了 嗯 嗯 總經理 這是吳副總剛傳來的訂單 他們想要修改一下內部設備部 怎麼是妳來開會了 學學嗎 不知道耶 好 好 就這麼決定了 妳跟傳統裡面通知一下 遊林展的部分 準備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 一切順利 這次遊林展因為在國外 所以我希望漫安可以加入 一起參與 那 可是漫安才剛進公司不久 很多事情都還在學習 這樣 會不會 不太好 就是因為像漫安剛從國外回來 外語能力很強 所以我覺得 她在負責溝通協調 這一方面她一定能夠生人 可是這樣 漫安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她又沒經驗 所以我才希望 她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國外 從旁協助你們 這樣她可以快速的累積經驗 對一個新人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模擬的機會 那如果沒有什麼問題 就這麼決定 還有 在結案的部分 也由夏曼安來負責 謝謝 夏曼安 這次遊林展在國外 準備工作我會比較辛苦一點 妳就跟著前輩 有什麼問題妳就問 跟他們吸收一些紀念 是 那沒什麼事的話 就散會 好 謝謝你 拉開距離 拉開距離 是我能想到 保護妳的方式 曼安 總經理真的很看重妳 才剛進公司 就可以負責遊艇展 這麼大的案子 不過我想 這應該也是夏老爹的女兒 才有這樣的待遇吧 你少在那邊亂說 說錯話了 我哥是看中 慢安的能力好不好 才不是因為 她是夏老爹的女兒 不過這遊艇展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像妳這種小菜鳥 更是艱難的任務 我哥也真是 不要因為是自己人 就是要猛操 困難是還好 我不怕 只是覺得 才剛回國不到一個月 就又要飛出去 小朋友這麼累 算了 不說這個了 就讓哥來說一些 能讓你們提振士氣的話吧 就是 我已經想到一個方法 能夠證明我人緣好 聰明又有能力 怎麼證明 就是我要直接發動猛烈的公司 把那個機車女兒追到手 就這樣 你不覺得方法人在嗎 只要我讓那個女人愛上我 我就可以直接打她的臉 還可以還我個清白 那你確定 你覺得到人家嗎 拜託啊 我誰 我誰 鄭竹籤啊 住你的頭啦 鄭英籤啦 天底下哪我把不到的妹啊 只有我看不上的女人好不好 霸王色的霸氣耶 英籤經理 想不到還有這樣的招式 真的好令人佩服喔 好說好說 你想學的話 都搞定那個女的 再教你幾招 好 謝謝英籤經理 真的 這樣不太好吧 感覺很像是在玩弄人家的感情耶 什麼玩弄人家的感情啊 我對每個女的都是認真的好不好 只是認真的時間是長或短而已 好嗎 嗯 但 但怎麼樣 我已經決定了 視頻會相挺啊 我挺你 恩 天 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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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它都都帶出來了 它怎麼就不得性 別擔心 看我的 夏漫力 耶 來 用這個Local味的調酒 祭我們17年的友誼 乾杯 17年的友誼 耶 讚 不是要乾杯嗎 我乾杯你隨意啦 是真的要乾嗎 我隨意 我都乾了 好的 幫你弄 好 我喜歡 像瑪麗 要被剩影 對 你 手指頭很小啊 可不可以臉還成這樣 我再給你 小心小心小心 我 不要唱啊 你 好好好 我愛你 不要浪費你 我覺得倒了 你不好玩喔 我知道 我會有寬寸啊 我也不想帶他回家 你要不要把他 媽媽 我們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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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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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爸 你怎麼都沒有酒 怎麼又跳起來了 人酒 拜拜 就照理器趕快回來 我要給他一個名分 好 我要跟他說 I the feel 跟我說一遍 I love you 我要交給倒立琴 你們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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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先來打電話 那 我們要看單身趴 好 你把那些什麼小鮮肉啊 猛男的迷你呢 我都嗑出來 快一點 媽媽 你不要 不要 一定要啦 拿電話 快一點 我看 我看 打 迷你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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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們上車在打 我可以看的 我 愛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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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你 你 電機 總經理 下 horas 你 你等一下樓下等就好 我馬上就下午 不用上來 不是 我想趁著下班前 有一些話 跟總經理聊一下 好 不愿意坐 小小弟坐 谢谢 有什么想说的吗 小小弟 是这样 总经理 我如果提出来的问题 你如果觉得 不舒服的话 千万不要敬意 也许是我这个老人家 自己在这儿胡思乱想的 小小弟 你放心 有什么你就说 我不会介意的 谢谢 是这样的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想不懂 就是上回工作的事情 而如果我们家曼安 他真的只是为了 要自己创业 他干嘛要哭得那么凄惨 所以小小弟 你甚至介意 我把曼安骂哭这件事情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不懂 其实这件事情 我直接回去问曼安也行 只剩这孩子固执 又死脑筋 他如果不想说 我怎么问也问不出个答案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总经理 到底是什么事 夏曼安 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所以他一直很重视您的想法 他会这么难过应该是 对于夏小天 你对他很失望 所以他才会过得这么伤心 曼安的感情很充沛 心思也很吸引你 他一直很尊敬 所以你有任何情绪跟态度 他都非常重视 是 我知道了 我们家曼安是蛮懂事的 也蛮体贴的 总经理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 你是怎么看我们家曼安的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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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只剩你 曼丽丽 谁叫你霸占厕所这么久 妈 你跑出去上厕所 去多久了 我哪知道 不知道 他刚刚喝了很帮 这很容易出事 还好吧 丽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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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你 我热了 你的 你跟丽琪在一起 你什么时候出国的 不是 你在哪里 我要回去 喂 你要回家 我要回去 喂 喂 不 我回去找你了 不要 不要 我的事情就可以了 拜拜 喂 喂 怎樣 曼丽说什么 她说要回家 回家 这么早就回家 少兴 那这怎么办 你解散了 不行 不行 你刚刚不出口音 是小鲜肉 我要玩吗 喂 家门里 人气是什么鲜肉 我找的都好像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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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远刺 看什么 我波斯寿頭 不要回程 遙光鞋的门 咖啡色 真的 好多运气 好多人 派对 小丑啊 一百分 一百分 一百了 你 你这 牛马 走开 海贝 海贝姐姐 我们两个海贝汤 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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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海贝啊 不是水 我拼了命连往前飞 不是水母 你是大爷的 你吃掉了我的海贝 还来了 水母 我是吃了海贝的水母 不是 不是 水母会吃大爷了 不会吃海贝 水平 我好像认识你 海贝 是天子 对不对 不是啊 我不是天子 我是新女 来 依女去喝酒 好 喝酒 喝酒啊 总监 我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 你是怎么看我们家曼安的 夏小蝶 为什么会这么问 是不是我对待曼安的态度 有什么地方 但你觉得不舒服吗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总经理 对我们家曼安 好像特别照顾吧 是 我对曼安的确是特别的照顾 毕竟她刚回国 又是你跟平姨的女儿 所以我是把她 当成一个妹妹养开的 你也知道 我只有英谦一个弟弟 也许我忽略了她是一个女生 我用英谦的态度也一样 在对她满爱 这是我的疏忽 下次我会更注意 那你之前的份纸 总监 您不要这么说了 是我想太多了 您别介意 好 没事了 那我先下去了 好 我根本压抑不住对曼安的感情 可是 可是 再这样下去 夏老爹一定会看出来的 他绝对会发现 好 后天下午你没有行程 我跟饭店约好那一天 要去讨论场地布置 还有 订婚的洗帖资料 我已经拿去印刷厂打印了 订婚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处理得差不多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应该要有些决定才行 车 完成 车 拉 黄 上 他 配 不 有 他 看 ije 这 有没有打电话回来 没有 像什么样子啊 一个女孩子 晚整晚上不回家 也不知道打个电话回来 搞什么东西啊 爸 姐是大人了 她会有分寸啦 可能是手机刚好没电了 没电 就不会跟别人接电话吗 她是把嘉宾电话号码忘了吗 三十多岁的 又不是小孩子 啊 人家赵先生才刚刚出差 她就出去玩 玩疯了 整晚都不回家 这样对吗 我再拿来看 爸你不要生气哦 怎样 电话都不接了 咯 姜噓 你当心干嘛啦 这不完蛋了啦 好 啊 - 媽媽,你這樣都小嗎? 媽媽,你這樣都小了 媽媽,好難點啊 媽媽,你幹嘛打這麼多通電話給我啊? 嗯? 哇! 嗯? 你怎麼這麼做幹嘛? 嗯? 你腳毛好長喔 你要除毛了啦 你在哪裡?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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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俊和爸打給我 說你取消了訂婚場地 是怎麼回事 爸 我不打算給俊俊訂婚 因為我發洩 我根本不愛俊俊 就替我照顧他 你能給他我給不了他的翅膀 之後的幸福就是屬於你們倆 別牽掛別讓淚落下 就替我愛著他 我可以假裝自己其實很大方 成全自己最深愛的人不害怕 只是受了一點傷 流點淚才會長大 你的眼淚 你的眼淚 留給我收藏 那些心碎 別白白浪費 人不都是變愛變血 求一個誤會 就替我照顧他 就替我照顧他 你能給他我給不了他的翅膀 今後的幸福就是屬於你們倆 別牽掛別讓淚落下 就替我愛著他 就替我愛著他 我可以假裝自己其實很大方 成全自己最深愛的人不害怕 只是受了一點傷 流點淚才會長大 等於是 他跟著你 住人 也不喜歡 你一同 因為太陽 女生 不應該 做甚至 開眼鏡 看